最近天氣有夠熱 那因為熱傷害就整的人數增加 我們可以看到統計到七月七號為止 累計就三百多個人 對到去年七月總計是八百多人次 那估計會大幅超過 畢竟七月也才剛開始沒多久 醫師特別提醒大家預防中暑的關鍵 就是除了防曬之外 還要多喝水 因為他特別提到了 當你們身體這個散熱的機制變得很差 汗水排不出去 導致體熱蓄積在身體裡面 會引起所謂的暑熱 那就會開始出現一些頭痛 眼花甚至是噁心想吐這樣的症狀 尤其提醒婆婆媽媽特別留意 因為很多人會去逛這種傳統市場 甚至是在廚房裡面煮飯 這些環境都是相對比較悶熱一點 因為傳統市場室內是沒有抽風設備的 很像待在一個大烤爐裡面 那尤其是你在廚房裡面要煮菜的時候 環境也非常悶熱 到底要怎麼預防熱中暑呢 還是老話一句隨時就要補充水分 多喝水沒事啊 當感到口渴的時候 你可能已經稍微有脫水了 所以要盡量多補充水分 那同時要適時休息 預防這個體溫調節系統 會有失常的狀況 好不過我們剛剛說到了 在市場裡面呢 真的很常會發生中暑的狀況